漫漫人生路,悠悠伴你行 哈喽大家好,我是爱美俏婆婆悠悠 跟网友分享了一个关于年轻的秘诀 然后有一位网友就在下面留言 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主要还是说你不愁穿,生活比较轻松 所以说就年轻,如果你生活很操劳 一定不会年轻,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呢,不反对这个观点 可是呢,我给他留言是说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的这个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的 就是你就不愁吃,不愁穿 其实在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背后 是都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全都是靠自己的打拼 就是基本上大家的乞讨线是一样的 有今天的这个生活 其实全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基本上起步已经差距非常大了 所以说平台就不一样 我们这一代人不是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还是很公平的 然后我给这个网友的留言就是说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2018年1月1号的那天晚上 整个上海那个时候在现行 我呢,就坐在中介骑了个小电瓶车 带着我晚上8点多钟 然后呢,去看房子 就坐在他的后边 然后就这样的抓着那个中介小伙子的衣服 我穿的又很少,就特别冷 当时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心里特别感慨 我想了说 这个时间很多人都在合家团聚 很多人在准备着跨年 各种庆祝的活动 可是我还在这个奔波 当然不是说为了生活奔波 就是我要按照我的计划 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就是我马上要回奔波 所以我必须尽快地把买房子的事情解决掉 所以我就是1月1号的那天晚上还在奔波 然后呢,其实就是你不管是 这个体力上的辛苦 还有你这个脑力上的这种煎熬 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做一个决定 不是说一拍脑子就能做的 其实你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而且你每一个决定后边 你可能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那种对人的那种压力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 包括你的房贷 我的房子 所有的房子都是有贷款的 所以说不是说没有贷款的压力 每个人都会有 只是就是呈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而已 所以呢 所以呢,我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你比如说我在温哥华生活的时候,就是我买了一个新房子,然后呢,前面有一个小花园,这个小花园呢,就是它其实是草坪,然后呢,我就准备改造这个花园,然后老公在国内,我一个人就是把这个花园,把草坪去掉以后呢,我自己一个人去打造了一个花园,那个时候啊,因为温哥华到夏天,它黑天特别晚, 基本上都要到十点钟,我一个人在花园里干活,然后隔壁的邻居,就是那个男的,是个罗马尼亚人,那个男的呢,在花园里干活,然后她太太呢,就每天站在这个阳台上,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她就每天在那欣赏,这一个院子里是她老公在干活,隔壁院子就是我在干活,就是同样是女人啊,她每天就站在阳台上,她就可以一口一个搭拎, 安妮就整天跟她老公这样调情,然后我就在那儿默默地在那儿干这些粗活啊,当然对我来讲就是我也可以不干,我也确实是愿意干活,然后我自己把那个花园就是铺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小路,然后挖了这么深,挖了这么深,下边用碎石,然后沙子,垫好了地基以后,上面铺那个砖, 不是这个砖呢,因为我还要铺成S型的,我又没有办法去把它就是拉掉,所以说用了很多锡子,铺出来以后呢,很漂亮,非常的成功,我呢,也是非常有成就感,我每天在那花园里干活啊,就是干到什么时候呢,基本上就看不见了,那今天呢,就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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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